兔年许下了哪些愿望呢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包含要多阅读一本书呢 根据桃园市立图书馆统计 去年度借阅的排行榜当中 是由原子习惯这本书获得了冠军 不过随机来访问民众 有阅读习惯的民众似乎是越来越少 全台最大图书馆桃园市立图书馆新总管 去年12月试营运 近百万本藏书提供民众借阅 馆内设计感十足 更成为热门打卡景点 持续吸引人潮 不过撇开新总管带来的热度 您有多久没看书了呢 你知道原子习惯这本书吗 没有不知道 那你最近阅读的一本书叫什么名 最近阅读的 好久没有阅读了 好久没有阅读了 会想要有时间来阅读吗 目前我是没有时间 都看我自己的 那会看电子书或是网路上的讯息 没有 不看 没有时间看 桃园市立图书馆统计 去年度的借阅排行榜成人书籍 以原子习惯获得冠军 这本属于商业理财的成长书籍 强调每天进一步一点将会产生富力效应 另外期刊部分由商业周刊占据宝座 漫画书则是大小朋友都爱的多拉A梦戒约第一 去年度的图书馆戒约冠军是原子习惯 你们有听过原子习惯这本书吗 有 那你看过吗 封面看过 封面看过 那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不知道 那你很久没看书了吗 我们都不是看书了 我们都看文章 都看网路上对不对 研究论文 研究论文 因为还在念书 对 学生说阅读是想读就会读 而对于忙碌的上班族而言 恐怕已经很久没有阅读一本书籍了 突年刚开始不妨给自己一个目标 重新感受阅读的乐趣